讲甘油三脂最有效的方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吴护群 西电集团医院内分泌科主人医师 甘油三脂是我们学子里边的一个成分 它的形成的一个是外远性的 就是我们所摄入的食品 导致的形成的甘油三脂 还有一部分就是由于我们的肝脏 以及小肠进行代谢合成的甘油三脂 那么在临床中甘油三脂增高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的摄入过多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饮食中要治疗甘油三脂的话 首先要饮食的控制 减少油腻油杂油煎的食品的摄入 另外一个主食的量相对也要减少 因为大量的碳水化合的收入的话 也会转化为脂肪 也会形成高甘油三脂血症 所以在临床中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 那么如果我们经过饮食的处理的话 可能还达不了我们的治疗的目标的话 可以加入一些药物 在临床中我们一般多选择一些贝特类的酱子药 比如说菲诺贝特 本扎贝特 肌肥罗奇等等 这些都是酱甘油三脂的药品 在临床中可以根据医生的指导进行选择用药